我国即将第二年在疫情下还有封锁管制下迎来国庆日 玻璃市刮山之州选区率先响应政府的号召 在疫苗接种中心派送国旗 民众乐见其成也希望我国尽快摆脱疫情危险 伊斯兰党刮山之州议员莫哈莫里端 今早到选区附近的接种中心 向登记接种和等候流程的居民派出了420面国旗 现场一片欢愉 尤其是小孩更是欢天喜地的 在脚踏车上插上了国旗四处奔走 小小肝膀瞬间是骑海飘扬 民众欣赏官员派国旗的举动 让村民可以融入国庆氛围中